废弃木材也能够变身成为文创产品 这是苗栗县三亿乡的一对夫妻 他们热爱木雕艺术 透过创意的发想还有专业的技术 把废弃的木材制作成为艺术品 不过其实创作过程相当不容易 他们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慢慢地摸索 才掌握了木材的特性 摸索出成功的方法来雕刻木头 木头在机器的运转下不停地旋转 这时候下刀处就很重要 要把木头变成竹子哪这么容易 竹子有弧度而且还一节一节的 因此雕刻就得展现功力 因为我已经毕竟木工车厂 已经玩了十几年了 所以对刀工方面就是都能生强 住在苗栗三亿的这对夫妻 收集别人不要的废弃木头 把木头变成了黄金 开发出两种文创笔 一个是竹节笔 另外一个是金箍棒笔 我一直跟他说 我说我告诉你 这个是什么木头做的 去刻出竹子的造型 他很讶异 他从头开始他就觉得那是竹子 我说不是竹子 是吗这样 我说对 我说是木头刻的 像我儿子三天就会做了 嘿 这只要有人带马上很快的 福奇两凭借着对雕刻的热爱 透过创意和技术研发出多种文创品 还得到文创奖的肯定 印证了废木材也能变成黄金 民事新闻邱俊超 苗栗报道